美斯勒是重要的茶叶生产地及观光旅游胜地 但对台湾人来说 美斯勒最著名的 除了曾是东南亚最大的海洛因制毒厂 更是一段泰北孤军生存的抑郁血泪史 80年代 为了维持这个地区的安全秩序促进和平 全面压制毒品 共产主义 人口贩卖 以及无国籍难民 泰国政府给了美斯勒一个新名字 和平山丘 然而 40年过去了 美斯勒像他的新名字一样和平吗 从那时到今日以及未来 又带来了哪些的影响呢 周四晚间十点 记录观点 美斯勒奏鸣曲 就在公共电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